星電視 社會恭喜良心傳媒 有你的支持 我們信心更充裕 請我們喝杯茶 星電視 STV 屬於大家的平台 嗨 早安 祝福你 多謝你又聽美麗人生 張瑪麗 我是Mary 張瑪麗 很久以前的香港小姐 沒錯 我就在3月底回到香港 一直到現在 11月今日最後一天 30日 很快就踏入12月1日 即是說我們剩下一個月時間 2020年就沒有了 唉 我都不知道大家怎麼過的 看回頭就知道 哇 眨眼一年了 其實就是了 看回我們的疫情 真是一年了 香港的朋友 就已經是疲勞到 簡直是有些就已經不再回應了 你喜歡說什麼就說什麼 他都不再理會 他又照去街 他照吃飯 做完他自己 很多大家都不想的事情 因為經常說那些限聚令 或者那些什麼 大家去社交 經常有一班朋友去消遣 或者去見面 因為實在太久了 所以真的在市面上 你看到 很多時候都會有很多人 很熱鬧 星期六日 逼得悶悶的 所以應該怎麼做呢 但是你知道我們香港 其實第三波結束的時候 那時候已經提了幾樣東西 我們特別要注意的 香港政府 但是很可惜 我們終於第四波開始了 昨天就百多鐘 一百二十幾 今天就叫做七十六鐘 但是穿了幾鐘在外面之外 其他處都沒有我們 最多人關心的是什麼呢 就是那個唱歌跳舞群組 那個群組現在已經超過五百人 那些數字不斷地增 還有近來 最多人 就是經常都覺得有個問號 就是 為什麼這麼多人 都是沒有源頭的一些感染個案呢 這個冠狀肺炎 為什麼會是這樣的呢 其實很多八卦的朋友當中就說 根本上那些人都不敢告訴別人 他是屬於那個跳舞群組 因為網上出了很多紀會所 或者是一些不是很道德 甚至一些不是很健康的一些 一些陸像 跳舞群組是怎樣的 所以變成一些正正經經去 去當跳舞是運動 或者是當他是一個消遣的 普通的娛樂的人 都不敢告訴別人 他是真的跳舞群組 而是怕感染的那些 所以我們大家都覺得 糟了這次怎樣呢 因為真的很多 老師有老師 護理人員 另外一些長者 照顧他們的朋友 總之各行各業都有 學生 所以這次第四波 有些人就推測 起碼要過千人 其實過千都不是一個大數字 因為你知道 接著就是香港天氣開始凍了 只有十幾度 那你的流感也是這段時間 慢慢就是高峰期 再加上他們說 接下來是聖誕節 接著就過年了 所以很多人都覺得 這次真是大件事了 不過在所有那些新的限聚令 因為我們的特首就是 在昨天我們香港的星期一 大約是黃昏的時間 就是召記者會 然後就說了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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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興趣的朋友上網就可以了 我就不說太多 在所有的限聚令當中 泳池又說不開了 那很多地方都說不行了 那竟然那些gym是會照開的 兩個人就可以了 另外最離譜我覺得就是美容 美容院呢 你照開其實真的很容易感染 因為美容是真的很近的 一對一 還有時間都會很長 那他又給了 就說你做了些小心的防控 那些事情就可以了 那我覺得實在是沒有辦法明白的 那我覺得今次的政府呢 香港政府被人罵得這麼厲害 很簡單的 是幾樣很特別的原因 很簡單你想一下人家的會所裡 那些要給錢入會的那些會所 有幾間都已經有人感染 而是後來要做全部的清潔的 那你想一下 那些會所現在是出了通告了 就是說那些是今天就馬上開始了 就是說要直系親屬的人才給 不准帶嘉賓 就是朋友完全都不用想的了 直系親屬呢 就是你的爸爸媽媽 你的子女 再落到孫子呢 他已經有個question mark了 再上到公公婆婆 也有個question mark 就是說最好你就不要帶他們了 你就帶回你的太太啊 你的丈夫啊 直系嘛 或者子女啊 那些這樣了 爸爸媽媽媽這樣 那所以你覺得真的 每樣都拿得這麼緊的時候 為什麼香港政府 又會有一些這麼有趣的政策呢 其實有幾樣東西 大家都現在在這裡經常說 那我自己在我那些 不同的social media 就是網上媒體 我都說了很多次 那幾樣東西 我覺得真的大家可以考究一下 那香港甚至有些傳媒就說 這些是很多很多 有些是說四宗罪 有些是六宗罪 那多少宗罪不要理他 最重要的就是 喂 今年聖誕我們 過不過到平安夜呢 可不可以真的 可以過bossing day 擦一下禮物呢 就是不要說聚餐那些東西 那你知道 到十二月底 就有個過冬的 我們一家人 齊齊整整坐吃飯的嘛 那所有這些聚會 將會是怎樣的呢 大家都難受到不得了 好 那我就說說 我自己的看法 我覺得香港呢 就好像一個冒煙雞籠 真的 很多人都說 為什麼香港 會無端端第三波結束 都說應該挺好 都有一段時間 我們叫清零 即是沒有個案 為什麼又來呢 原來香港有三個不同的群組 是不需要檢查的 原來有一個就是什麼呢 就是那些 飛來飛去的那些 空中飛來飛去的那些 機組人員 第二樣東西就是 船員 第三類呢 它就說是一些領事那些 我看報紙的 如果我錯的 你們自己去更正區了 這些就是我看報紙今天看回來的 那我覺得 怎麼可能可以有一些群組 是不用這樣檢查的呢 其實有什麼所謂呢 他到了香港 他就算剛剛飛到進來的 其實檢測很快的 幾個小時都可以做到一個報告出來 那如果你是有感染的 你就不要再去上班 他們沒有的 所以怎麼出又怎麼進去 那你怎麼搞啊 好了第二樣東西 香港呢 就經常都說 就是執法的 但是呢 就不斷都有那些 譬如酒吧裡面 不知道在哪層樓上面 那些二樓三樓十二樓 那些酒吧裡面呢 哭了就沒有限聚令的 就是全部坐到亂了 說了多少人不行啊什麼 那所以變了呢 就是我覺得那個執法 真的要拿回鹽一點點才行 好了 就是我們不斷都說 是不是可以全民檢測啊 那我只是覺得 是不是可以看回一些 就是成功的例子呢 你看到了 美國啦 歐洲啦 很多不同的地方 就是大家都很不喜歡戴口罩啊 大家都喜歡 什麼時候見面 什麼時候做什麼 要好自由啊 那些這樣 但是你看回 紐西蘭 澳洲 澳門 是不是 甚至台灣 你看回這些全部都是成功例子來的 就是怎樣 就是封關 還有就真的限聚令 要求一定要戴口罩啊 就是所有這些東西其實是幫到的 但是為什麼 我們香港那個執法 還有還有啊 有些呢 甚至捉了之後呢 不要說說 或者是控不控訴 或者控訴都是可以被照放的 OK 另外一樣東西了 很多那些所謂的 Party rooms啊 Hotel那些 Stay Vacation啊 那裡有一大堆人有感染了 所以我說了這麼久 都不用我再繼續說下去都知道 其實是不是政府真的可以做些事情呢 那其實呢 我在我的Facebook呢 我都跟別人分享了 我說其實 其實這幾樣東西呢 是不是那麼難做的 那我講講我自己的看法啦 好嗎 第一樣東西我覺得 全民免費去檢測 去預防這個傳染是應該的 那檢測呢 就不是等於打疫苗的 所以你檢測完之後呢 其實個幾天 你可能又要再檢測的 那香港檢測呢 現在二百多元呢 就真的很貴 那所以我吵一下 現在好像就說 不用錢檢測了 那就幾好的 我覺得不檢測的應該罰 第二樣東西呢 就是我認為要的 就是我不是那些掌權的人 不過我只是覺得就是 你這麼多方法都不行 搞了這麼多個月都不行 是不是可以好好的 趁現在的第四波 個個都開始害怕了 還有大家都知道嚴重了 趁這個時候 封關兩至三個星期 一般來說是 就是14天左右 你就會看到疫情會發出來的了 但有些說 就還會耐一點點的 但數字不是高的嘛 所以封關其實是一個方法來的 那第三樣東西呢 就是應該取消所有 有特權的組織、人事 就是面檢 如果你不堵塞這個漏洞 到時候又是這樣 又來第五波都不出奇 好了 還有就是要加重些刑罰 認真些去嚴厲執法 這個是我自己看的 當然我們自己也要做 很簡單 出去外面 要戴口罩 是不是 好像這些全部都是我們可以做的 我覺得很可惜的 如果我們香港 尤其是這樣的 無論人的健康 甚至到 經濟上面的損失 真的會很厲害的 好 我選了一首歌 我們一起聽一聽這首歌 聽了我願意這首歌 好嗎 《可不敢不敢》 无声游戏 触摸在心底 转眼 吞没我在寂寞里 我无力抗拒 特别是夜里 想你到无法呼吸 恨不能立即 抽泥狂奔去 大声的感受你 愿意为你 我愿意为你 我愿意为你 忘记我心意 就算多一秒 停留在你怀里 失去世界也不可行 我愿意为你 我愿意为你 被放逐天晴 只要你真心 那爱与我回应 什么都愿意 什么都愿意 我愿意为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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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忘记我心意 那爱与我回应 什么都愿意 什么都愿意 我愿意为你 我愿意为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